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东汉十三州只有荆州吗 不是 我对三国战略的一个基本上的了解是说 当然扬州重要 但是扬州它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开发的时间太晚 所以我们看整个扬州的问题是在于说孙权 无论是孙策孙权兄弟 他们对于一些扬州江东六郡的经营 它时时刻刻 内部都有一些所谓的叛乱事件的发生 尤其是山越的问题 宗族的问题等等那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孙权如果不全面性的巩固 他的内部的话 他应该没有实力去对抗曹操 那相对于就刘备你来说的话 那刘备真正要跟曹操争天下 他的本钱是不够的 但是他可以跟曹操周旋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如果他有荆州的话 他可以跟曹操周旋到死 就是说一个是实力不足 一个是本钱不足 而曹操两者都兼备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讲说 那对于所谓的统一的进程 甚至于对于统一的战略 三方难道没有吗 蜀汉没有 曹操没有 曹魏没有 还有孙吴没有吗 其实三方都有这些统一的战略 但是为什么缠到六十年以后 有三分归进呢 那这里面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在于荆州 各位来看 国家当间定金的再解释 为什么 各位仔细去看 无论是曹操 无论是袁术 或者袁绍 各位仔细看两件事情 几乎所有重大的战争 为什么都发生在荆州 三国时代 关渡之战以后 几乎都在荆州 或者是在淮南 这两个地方 那国家的当先定金 他的再解释 一方面 他是希望成为一个后方的补给基地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希望说 我掌握了荆州以后 各位仔细去看 曹操做了一件事情 他派了 曹操来讲 荆州是后方基地 也是重要的通道走廊 因为唯有这样子的话 他才能够从远州 玉州一路下来到交州 一旦如此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 金香走廊被他打通了以后 那中国的战略格局没有改变 还是东西对抗 就是东跟西 只不过这个东的空间 你压缩在长江以南 所以我们来看 两汉时代的战争 无论是从刘邦跟项羽 这个刘秀跟公孙树 他们都是所谓的东西向 就是关东关西 东西向的战争 两汉时代 你很少看见有南北的战争 当然有了 那你硬要讲说 什么七国之乱等等 那些通通可以 但是主要的战争格局 它的轴线 它的轴线还是关东关系 就是说东西对抗 而几乎没有南北对抗 到了三国时代 东西对抗的局面不见 反而是南北对抗的力量就加强 那国家的当先定金就朝魏方面 你来讲的话 的确是很有远见的 那所谓很有远见的原因是 他是朝朝幕僚 甚至于是朝朝的智囊团里面唯一看出了 金州跟朝魏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朝魏需要金州 金州不见得需要朝魏 他说朝魏需要金州 以此打通所谓的南北交通走廊 好 就战略的格局 你来讲国家没有错 但是他当先定金 他提了出来以后 各位想想看 在关渡之战以后 金州内部的一个氛围 除了刘表以外 其他人都主张跟曹操交往 为什么跟曹操交往 就是希望投降曹操 接受汉朝的招令 就是朝魏的招令 所以刘表 他虽然可以 代假十余万 做官江汉 可是他内部的势力 至少当权派 都希望跟曹操之间建立关系 那使刘表 他的内部的统治力 就会逐渐逐渐的削弱 所以我们看 就是说金州到了最后投降 各位去看 款月也好 蔡茂等 这些人为什么他主张 向曹操投降 原因非常简单 第一个 他们跟曹操过去 都有共识过 第二个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金州纵然要亡 也不能够亡在谁的手上 也不能亡在孙权 跟刘备的手上 其实金州内部的当权派 他们想得非常的清楚 我纵然我要亡 我也不能亡在孙权 我也不要亡在刘备的手上 原因非常简单 各位仔细去看 曹操为什么蒸发金州 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 就是孙权三发黄祖章 长江军事完全打破 均衡的军 势力的事 当长江军事完全被打破 你给曹操一个机会了 曹操他就派兵南下 那这个就是通常历史学家 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件事情 曹操为什么是选择在 那个时候 七八月间用兵 两湖是一个火炉地方 七月八月一直到 那个十月 都是天气非常炎热的地方 那曹操为什么选择 在那个时候用兵 原因非常简单 各位不要看 所谓七月八月 那当年还有一个论十二月 就是七月八月 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再来一个十二月 七个月 那换句话说 曹操就是看到了 孙权三争皇族杀了皇族以后 整个长江军衡的态势 为之打破 为之打破 而造成荆州内部的震恐 荆州内部的震恐 当荆州高层举旗不定 如何面对孙权威胁的时候 我刚刚好出兵 这个时候刘表没有筹码 你要嘛 你就跟曹操合作 不然的话 那你臣服孙权 再加上内部有一个刘备 虎视眈眈 所以我们看三国的战略格局 我们真正去看三国的战略格局 荆州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会发生赤壁之战 为什么国家在五年前 劝曹操赶快处理这个问题 他要拖到最后 都在荆州两个字里面 你得到了所有的答案 那得到所有答案 我这一期我就讲 国家当先定金的再解释 各位来看 好 就是说国家定金 无从实现 他的战略 为什么无从实现 因为曹操的幕僚里面 完全都看到北方的黄河流域 完全看到北方的黄河流域 甚至于关渡之战结束了以后 他们还要对付关系的 韩帅马腾等人 为什么 因为都是属于黄河流域的 换句话说 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东西对抗的观念 所以各位要知道 任何一个战略或战术的改变 它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这个缓慢的过程是 谁能够抓住先机 谁就能够得胜 这边我举一个例子 二次世界大战前 无论是里达哈特 无论是戴高热 通通讲到装甲战术 各位晓不晓得 德国的装甲战术 从什么地方学来的 就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学来的 那英国也好 法国也好 就是它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阵地战 而没有运动战跟野战的概念 但是德国呢 那个时候军备因为受到限制 所以他们就透过了造车工业 就是冰市 他们就是透过了冰市的造车工业 然后他们每一次进行冰推的时候 就用冰市的轿车当作战车运用 然后告诉你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从而奠定了闪击战的基础 就是说戴高热的著作 里达哈特的著作 英国不重视 法国不重视 结果德国看到 当德国看到的时候 英国跟法国还在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景 所以当德国用装甲车用闪击战 他碾压一切的时候 法国撑不到一个礼拜他就投降了 其他荷兰比利时 阿登地区 阿登地区是法国认为是马其诺防线 阿登地区是他难以跨越的地方 结果德国的三级战从阿登地区经过的时候 把马其诺防线 其实马其诺防线并未丢失 而是他绕到他的后方 我在讲就是说战略 他的认识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谁能掌握先机 自敌机先 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率 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看 曹操定金 为巡御所住 曹操三次想要蒸发 兵发 荆州 都被巡御所住 巡御为什么所住 因为巡御跟刘表的关系一向很好 他认为刘表对于我们没有威胁的话 我们干嘛 我们干嘛对刘表 东西对抗的概念 所以巡御为什么反对 巡御希望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荆州的问题 而不是用军事的方式来解决荆州的问题 那这一点跟国家是完全不一样 国家是认为说我就要用这种方式 好 我们再来讲 曹操上表 为国家 各位 肯定国家 我们前面两个讲了以后 为什么曹操他要上表 曹操上表的时间 先各位去查一查 查一查 就是说 他上表的时间 是北征乌丸要准备南征的时候 准备南征荆州的时候他上表 就是说曹操在这个时候 应该也领悟到了荆州的重要性 可是这个五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五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就是说曹操对于荆州的认识 他也是经过了一段的过程以后 他认为对于荆州 对于东吴 对于巴蜀 他可以不战而降 但是他忽略了 这个时候中国的南方 已经慢慢的兴起 对于北方 他是有一种对抗的本钱 当然这个是涉及到一个 一个什么 经济层面 况且那个时候的南方 不是北方人很熟悉的领域 那这一点就是说 当曹操已经意识到的时候 所以一看到长江军事被平衡完全被破坏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迅速的南下荆州 原因就是说 他在郭家传里面 他裴松之住的时候 他告诉了寻遇 他说郭家一直跟我讲 当先定金 今天这个时机出现 那其实曹操选择的时机对不对 曹操选择的时机对 他七八月下来 但是他是没有想到 他是绝对没有想到 孙权改收留刘备 对抗曹操 这个是他想不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历史 很有趣的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 历史是告诉我们 人要变得聪明 你唯独多读历史 多看这些历史的决策 甚至于你多看战略格局的改变 这个国家才有兴旺的本钱 如果完完全全 如果完完全全你不看历史 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 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战略思维的改变 一个政治人物战略的思维改变 它可能会影响到人民的权利 但是人民要选择生或死 这个不是政治人物可以考量到的 所以读历史的目的 不是说叫你去看这些历史故事 读历史的目的只有一个 当你熟悉了他的决策模式 当你去看到了他的战略格局 然后当你去看到了他求生存的方式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感觉到任何一个战略家 他的思维是决定了他的一生的命运 或者是他的一生的命运 你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我们常讲一句话 政治人物的性格 他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你国家的命运 你决定了人民生活的条件 就是如此 所以国家算是朝卫政治里面的 一个早会的政治人物 如果他不死的话 极有可能在朝朝的有生之年 会统一三国 而不会让三国 动荡六十年以后 三分归境 三分归境而落入到一个阴谋家的手上 这个阴谋家就是司马懿家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